我们下面请市店长来稍微介绍 各位兄姊妹早上好 哈雷路亚 昨天晚上我刚好也是跟一对年轻的朋友分享十篇二十三篇 今天很高兴我们欢迎周鸿沪传道 跟他的孩子义乐到我们中间来 师母因为母亲生病回中国 所以大家有这个机会经常祷告 因为她母亲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生 我认识周鸿沪经过叶耿其牧师的介绍 其实叶牧师我没有跟他说我们在寻找一位传道人 但是很奇怪的 他就是直接跟我联络说 他有一位他所推荐的传道人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他 他刚好现在是在工人学院念江户学博士 他是2004年的时候被寻护照 2013年他到基督工人神学院修道学硕士 所以他在中华归族就是 那个叶耿其牧师的教会有一段时间实习 大概2013 2014年 所以叶牧师有时间跟他一起同工 而且就是很清楚地知道 他是真的是健身为主工作 今天很欢迎他到我们中间来 其他的他的见证就请他再跟我分享 他是温州人 欢迎周深门到 谢谢您长老的介绍 也谢谢弟兄姊妹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本来是今天我太太是要我们一起来 一家人一起来 但是很不幸的是 上一个礼拜我接到我妈妈的电话 说她的那个手术不是很成功 医生说她就是说要更多地休息 后来经过在上的祷告 那就说那你先回去吧 然后照顾一下妈妈 然后她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 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养 也就为我母亲 然后为她来祷告 求神早日把她带到我们当中 OK 当然刚才林长老介绍我的时候 真的是很感恩 因为我那段时间正在寻找教会 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说主啊带我去 你为我所预备的和尝 然后让我能够更好地牧养你自己的羊 所以那天当我祷告完了起来的时候 那个义牧师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你找得怎么样了 我说还在找 他说我有一个教会介绍给你 你要不要去认识一下 我说很好啊 好了后来他就把林长老的电话给我 我们就有了一些联系 然后今天就在中间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诗篇57篇可以说 不但是大卫的新生 我想也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家人们 甚至包括我自己的一个新生 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发现说 这个时代 或者说每当到了人生 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甚至在局势动荡不安的时候 其实我们去读诗篇 是有最好的安慰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你发现诗篇里面 含了很多很多安慰人心 信心鼓励的话 如果我们再去思考的话 你会发现犹太人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他有一种叫哀怨 就是哀悼的这种神学 什么叫哀悼 埋怨是不可以 但是哀怨 哀怨是可以 为什么叫哀怨是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 神从来不是 不使人间阴火 当然他不是说 我这句话说 他不是说吃什么牛啊羊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真正的体会到 我们疾苦的神 也就是说 我们的每一个 身心灵的感受 我们每一个的生命的波动 我们每一次的祈祷 其实神是体会得到的 所以上帝从来不会责备我们 说你这个人怎么没有信心 你这个人怎么又爱神叹气 从来不是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耶稣也多次地为这个 他身边所出现的人 所经历的事情流泪 所以流泪哀怨 其实都都是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给我们的一个 很正常的人生的经历 但是千万不能抱怨 为什么说呢 抱怨是心生不满 哀怨是正常地表达 我们内心的痛苦 神是体会我们的痛苦的神 如果我们这个神 不体会我们的痛苦 其实信他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我们经历的痛苦 他都没经历到 你说你跟他怎么沟通 是吧 但因为我们的主 道成肉身 在我们中间活了33年 所以我们所经历的 我们所遭遇的 他都经历 甚至他比我们经历的更甚 今天我们有没有人 八张八给你来一下 应该不会 因为我们美国也不信这个 现在中国也不行 中国的法律说 谁先动手 谁就要去关几天 那耶稣却被人 这么羞辱 吐唾沫 你说耶稣能不体会到 我们的感受吗 那今天诗篇呢 我们看到的一个 什么样的光景 就是说大卫 大卫在追 逃避他的岳父 扫罗的追杀的时候 那种痛苦 一般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也就是说 你的仇敌追杀你 你恨你的人追杀你 你还能够觉得说 他追杀我是对的 也就是说 别人拿戒来射你 你觉得这种痛苦 可以理解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跟我对着干 但是你自己的岳父 你自己最亲的人 如果他要追杀你 那你这种痛苦 那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也从这段圣经里面 与在座的家人们 一起来分享 神的话语 就是黑夜中的祈祷 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信息呢 因为我自己 自己这段时间的一个经历 然后也看到整个事局的动荡 整个疫情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我相信我们都有共同的体会 特别在今天 我相信很多的人 内心当中 对整个未来是充满了恐惧不安 但在这个环境当中 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怎么样 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如果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的 他们绝望了 我们也绝望了 他们没有指望 我们也依然没有指望 那众人就会觉得说 你的主在哪里 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我们又发现 其实我们讲不讲 大家都不是那么的在乎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平安了 对吧 那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你看那个撒弹 怎么攻击那个约伯的吗 撒弹跟上帝怎么说啊 他说你四围圈着篱笆 保护这个约伯 而约伯尽为你是应该的 那同想可想而知 在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 你说我很爱主 你说我很敬畏上帝 这个好像看起来是理所当然 因为什么 我们有丰富的恩典 好 最艰难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面临生命 环境 生活 甚至工作等等 一系列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说 主啊 我依然坚定的信靠你 好 这个是最艰难的 所以基督徒的信心 往往不是在我们富足了 有余了 体现出来 往往很多时候是在越艰难 如果我们越能够靠足刚强的话 好 这个就罗马书所说的 我们患难生劳烈 劳烈生仍难 仍难生盼望 盼望也怎么样 不至于羞耻 为什么不至于羞耻 因为我们生命已经被提升了 所以基督徒 今天的基督徒 对我们来讲 我们生命的提升 往往要高过 往往要重要过 我们物质的提升 我们身份的提升 我们工作的提升 我们环境的提升 今天我们可以说 从COVID-19发生到今天为止 已经快接近三年了 对吧 再过一段时间就三年 那上帝我们有一句 一个很重要的反思 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对吧 我们的神是大能神 如果你对这个有怀疑呢 我们以后再谈 有人会怀疑 我也相信 我也且怀疑过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是迷思的 后来我再回来 我到今天为止 我是不怀疑的 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大能神 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主权的神 好 那如果我们这个是确定的话 那我们再来问另一个问题 今天的疫情发展到现在 人类已经将近感染的人数 不少于几个亿吧 可能是在两个亿左右的人数被感染 死亡人数也正值超过了三千万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你说上帝不心疼这些灵魂吗 好像说不过去 那上帝不知道今天你我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这种恐惧不安吗 我相信也不会 那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呢 这个才是我们思考的 因为只有思考了这个问题 好 我们再回过来去建造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泄我们的生命和信心就越发泄的宝贵 所以在今天我们去看到 为什么说 我说在黑夜中的祈祷 其实今天这个社会 你放眼去看 真的是一个黑夜已深的时代 比如说世俗化 今天世俗化是很厉害的 对吧 人心在物质的迷失之下 熏陶之下 其实今天的人心他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在中国最有名的一句话叫躺平主义 为什么要躺平 因为没指望了 你不躺平你没办法 对吧 然后在美国 你看为什么今天有人说 这样的那样的一些东西出来 很稀奇古怪的东西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世俗化 所以世俗化之下的一个时代 其实也体现出了人心的那种焦虑 那另外也看到疫情 现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大家应该很清楚 1918年的西班牙的流感 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对吧 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还有一个 那后疫情时代的社会 教会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人心动荡不安 你这个时候你再告诉他说 上帝爱你 人家说上帝爱我 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大的苦 而且经过这次隔离之后 我们的人 我们的心是孤单的 今天经历了这两年的隔离 两年的社交的 你看今天以前我们 在路上走的时候 大家见面的时候 你好 那今天你看 你去 你跟人家在路上走的时候 人家是闹着旁边走的 是吧 这个体系出一个什么问题 人心里面有不安 不信任 好 这种不安和不信任 会产生内在生命的一个改变 这种改变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但你会发现 疫情之后 再过一段时间 这些东西都会暴露出来 那教会怎么去面对 那当然基地就不用说了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成一锅粥 那我们有人说 中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跟台湾开战 然后台湾政府在这个时候宣布独立 这个谁都不知道 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说两边都有一个人控制不住 那真的是世界的灾难 而且乌克兰的局势 如果不好好的被控制的话 也会是世界的灾难 你想俄罗斯如果真的是被西方国家围欧的话 那人家说了没有俄罗斯 有世界干嘛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人家有几千枚核弹的 俄罗斯都不存在了 有地球干嘛 你听到这句话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这种人心很可怕的事情 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 所以说那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圣经告诉我们牧师的时候 我们要饥荒 瘟疫 地震 你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那这些为什么上帝要 耶稣基督要提起告诉我们 他不是在吓唬我们 只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警醒 当我们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 我们要警醒说 主啊 你带来的日子敬 那基督徒怎么去警醒 我们最能够去做的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祷告 其实祷告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 非常的重要 我知道我们教会在建堂 那建堂你很多的需要 你功能的来来回回 等等一系列 你怎么办 好多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在你的意料之中 那有一件事情是 一定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的是什么 我们用祷告来托住 如果我们借着祷告 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意外的 因为都在神的复利和掌管之中 所以基督徒我们只有什么 只有借着赞美和祷告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 我们看到自己的无力 但借着祷告呢 我们又能够看到说 我们的神是大能的 平时我们讲神的大能的时候 可能就是头脑的 但借着祷告的时候 我们讲神的大能 那就是生命内在的这种动力 生命内在的这种流露 所以基督徒头脑会 当然这一次的疫情 我是觉得 把我们基督徒的头脑 进过一个洗滴 我们生命会怎么样 会随着这种洗滴 我们有一波 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 他会突飞猛进 为什么 因为你在今天你靠什么 你说靠辉瑞 人家说辉瑞有好几种的副作用 你靠什么都没用 对吧 然后你说靠隔离 靠什么 你能怎么隔离 Omicron听说那个变种 这个无症状感染 哇 吓死你 对不对 其实科技不能解决问题 当我们把眼睛定睛在环境的时候 你我就恐惧战兢 当我们把眼睛回转 从处境 从我们的生活 转到上帝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哦 其实我们的神 依然仗作者为王 这是什么重要 那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 祈祷使我们大有能力 我自己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祷告 我是很有体会 真的 我跟我太太在决定 她先回去还是留下来的时候 我们有两天 两个早上 我们真的是 是我 可以说 我信主到今天为止 最最最深刻的经历 我可以说 我是真的是进入到神的宝座前 与众天使敬拜 那天我跟我太太说 我说我们今天的祷告敬拜 真的是从来没有经历 我太太说 是的 阿们 当然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分享 当时我们夫妻两个人 是怎么经历神的宝座前的敬拜 我不是神秘主义 我不是灵人主义 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那黑夜已深 所以诗篇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 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剑 他们的舌头是块如刀 然后第六节又说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 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这是什么 这是处境 诗人所表达出来的处境是很真实的 那今天也一样 今天我们的处境是很真实的 你看今天很多的人 因为疫情的缘故 可能就失去生命 我以前有一个很 关系还不错的牧者 他在东部 我们还在聊天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个 就是说聊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有自己的事情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邮 说这位牧师安息 组坏了 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感染了COVID 哇我当时就傻眼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处境 因为没有人把握 那又随着疫情的动荡 随着疫情的余波 还有世界局势的动荡 在这边很多的人 生计就会是个问题 你比如说有些人工作 可能就是因为公司 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你可能明天就没有工作了 那你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的苦难 这就是我们的环境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些 去揣摩这些的时候 我们发现就是说 我们的苦难是真实的 所以我会从几个方面 跟各位来分享 一方面有世界的走向 其实世界的走向 我们不要抱太乐观 耶稣基督在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已经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 查考那段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今天的整个走向 难道不正应验了 这段圣经的教导吗 我们要怕吗 我们不用怕 为什么不用怕 因为耶稣早在两千年前 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他告诉我们 不是为了让我们善胆 他告诉我们是说 让我们知道说 他才是历史的主 所以乌克兰的局势 怎么发展 我们不用管他 整个中美关系的走向 怎么样 我们不用管他 但有一样事情很重要 我们要为 要为这些在苦难中的人 来祷告 为这些流离思索 失去家园的人祷告 我们要为世界的和平祷告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没有办法说 主啊你把那个 你不合你心意的拿走 就不要打仗了 上帝不会做这种事情 上帝要让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都是可信的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 一点另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所处的处境 另外什么 人性和道德的问题 我相信在座的长辈 弟兄姊妹 你肯定会想到 你从来没有想过 今天的人性和道德 会是这样一个样子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议题 像我自己在这次 在修那个伦理课的时候 我做的是那个堕胎的研究 我发现就是说 好多的女性是被骗的 为什么 因为她只讲你女性的权利 而没有讲堕胎 背后的危害 和对女性身心灵 所造成的一个伤害 她没讲那个 而且这个背后 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 是很复杂的 那这里面还要涉及到 另一个什么 就是两性道德的低落 这个才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而且这个背后 还会涉及到 另外一个很大的 一个道德的危机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 那特别我们也看到 近几年中国的社会 以前我们说 尊老爱幼 对不对 大家富帮富助 你今天你到中国 一个老人家摔倒了 你敢扶吗 除非你家 有好几栋房子 有好几个摊位 有好几百万存款 你扶扶没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 道德的沦丧 而且在一些 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 人家一口咬听说 就是他撞的 后来把监控拿出来的时候 才说不是他 人家还不乐意 所以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人家在物质的利益之下 道德一文不止 所以有一句话 就是说 现在社会什么都不缺 就缺什么 缺德 但我们基督徒 千万不能这样 就是怜悯 这是社会的问题 另外我们也看到 整个社会 出尽基督徒的事情 其实今天我们很难的 你看我们在美国 看似很自由 对不对 但我很坦诚地告诉你 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 但基督教除外 你看今天好多的法案 是不是都是针对基督徒 绷对基督徒去的 是吧 他可以对所有的宗教自由 但是对基督徒有自由吗 你这个不能讲 你那个不能讲 你这个不能做 你那个不能做 是吧 那 在一些极权国家 就更不用说了 我自己也深有体会 那这些问题 到底在告诉我们 一个为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不属世界 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 世界若恨你们 你们就知道 恨你们一些已经恨我了 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我们若属世界 世界就爱我们 所以你看今天社会的法律 去保护的是谁 去颠覆的是谁 去保护的就是 世俗的世界的一些利益 颠覆的是谁 颠覆的是神的真理 当然我以后看神的恩典 我会说 为什么今天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时代 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 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说 为什么不公 为什么不义 我们在讲一些知识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自己 很大的一套理论 然在这些理论的背后 我们在讲到一个普遍的 普世的 客观的真理的时候 大家都不想愿意接受 如果没有这个普世的真理 那这些我们所讲的 所谓的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真理 其实你是没有根基的 所以这也是今天社会的一个问题 另外也是一个基督的 基督徒我们到今天 我们不用不需要对这个社会抱有太大的 所谓的这个理想 不要以为世界会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说 我们的处境是很艰难 这些正如耶稣基督说的 我们在世有苦难 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 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道家 不是避世 我们要入世 而不是佛教 佛教道家都是一样 两个都是避世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在艰难的环境中活出生命 耶稣基督说 我们是世上的盐 是世上的光 什么叫盐 因为有腐败的地方 有腐烂的地方 所以用盐来防止腐败 什么叫光 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就有光 需要光吗 不需要 因为这个世界有黑暗 所以基督徒使世界的光 才显出意义和价值来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自己的一些处境 那现在我们要从整段圣经 从这里面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祈祷不息 因为发现就是说 世人他一开口就说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为什么要这样两个怜悯 因为他真的很苦 他真的很危险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也讲到说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音像 等到灾害过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这在告诉我们什么问题 这就告诉我们说 世人当他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说 哎呀 这个问题那么大 哎呀 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哎呀 这个疫苗什么时候能出来 哎呀 这个疫苗能不能有效 我要是打菲瑞好呢 还是打牡丹娜好呢 还是打强生好 他不讲这个 他要讲的是什么 他要看着说 主啊 求你怜悯我 那我们把信心 把我们的眼睛 转到上帝的眼光中的时候 你打什么都无所谓 你打哪种药剂都无所谓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 上帝不会说 给你一个启示 然后给你一个牡丹娜的疫苗 发现说明天去打牡丹娜吧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就是说 上帝要让我们的眼睛转回来 信心转回来 我们的生命转回来 当然我们在地上 我们要尽公民当尽的本分和责任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神啊 第五节跳过去的时候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为什么说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因为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 诗人的处境非常的艰难 人要害他 人要杀害他 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个环境压伤 到了最后就说 啊 拜了 拜了 他不像那个先知以利亚 对吧 以利亚你看加密桑斗法之后 后来这个以西比说 我明天要砍你的脑袋 哇 他就逃 他就说拜了 但是诗人在这里面呢 他没有把自己的眼睛聚焦在他的环境上 他没有把自己的眼睛聚焦在扫罗的身上 扫罗的屠刀上 他是怎么样 他是看到了神 今天也一样 这个疫情 我们不需要关心他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该怎么活就怎么活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 我们要 另外我们一定要把眼睛定睛在什么 定睛在生命的操练上 上帝不会挪去环境 上帝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像我自己最近也一样 因为找教会非常的困难 有很多的挑战 因为我本身 原来我的一个很大的负担是 希望在中国有自己的一个卫生来侍奉 但因为现在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的英语不是很好 甚至我都不如我儿子 那我太太来了之后呢 就发现一个 这里什么都不适应 买东西要开很远的车 然后语言 讲的它又不是很通 她本身在国内 她也很愿意 这个很勤劳的人 然后来了这边呢 发现了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她就情绪上是 真的是蛮有压力 然后这么一压力呢 然后呢 我们因为是自己自费出来读书的 所以这个对她压力很大 所以这段时间 她的身心灵就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再加上又听说我妈妈呢 因为有恶性肿瘤 然后做了手术 又不是很成功 所以压力就很大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在这边 一家人都在这边 然后母亲呢 也缺少照顾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我们就后来 我们夫妻两个人说 我们就把主权交给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就连续不断地 每天三个祷告 早上祷告 中午要祷告 晚上还要跟孩子一起祷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 其实神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神改变的是什么 神改变的是我们的心 真的 也让我们 也让我自己看到了 自己生命里面很多的 原先的软弱 因为有机会再相处的时候 大家又发现 当然我相信 我今天的生命 应该是经历 亚伯渡口后的生命 如果以前的话呢 你又发现我真的是 亚伯渡口前的雅各 很像 大家都知道我是温州人 温州人 什么都敢抓 什么都敢要 贴下螃蟹 第一口敢吃 这个个性呢 对我自己呢 磨练很大 经历这次之后 我发现 神要逃造我 神要塑造我 所以 温州的时候 我是把一些事情 都抓在自己手中 所以这次对我来讲 一个很大的学习是什么 神要让我学习放手 神要让我学习放手 把主权交给他 如果我不学习放手的话 那我的信心 我的信心还是在于自己 我的能力还是在于自己 我所看到的还是自己 我所看到的还是环境 所以 我太太回国之后 然后我们这两天 也有一起祷告 我发现 我们学习放手之后 真的是说 很多的心境不一样 也真的是说 看到神在中间来工作 这个是我经历 这一次事情之后 然后在祷告当中 最深的体会 当然今天 我也希望 我们所有的家人 真的是记得祷告 学和放手 你不用担心你的工作 真的 你不用担心你的公司 上帝命定的事情 一定照着他的主权来做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不要求神许可的旨意 我们不要求神 更不要求神认凭的旨意 有些人说 弟兄许可的旨意 不是很好吗 那我不要 对我来讲 我现在不求神许可的旨意 更不需要 神说 主啊 你认凭的旨意 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跟神求的说 主你上好的旨意 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主啊 我需要的是你上好的旨意 不然的话 我们都求次要的 你去看那个 河东的两个支派 两个半支派就知道了 要了赐好的祝福 不要上好的祝福 最后你看他的历史当中 早早就没有了 流失了 好 那这也是 我要几个小点 跟各位家人们分享的 所以经历苦难之后 我们的生命会更成熟 罗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神将他的爱 将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有圣灵的人 这是我们的信仰 跟非基督徒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 那其实苦难对我们来讲算什么 环境对我们来讲算什么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我在神的密切是卑微的 其实像有一本书 你可以去看一下叫 《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 我不知道英文怎么翻译的 那个就是说 当我们全都把眼睛定睛在环境上的时候 上帝就没了 不见了 当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上帝身上的时候 其实世界就不重要了 环境就不重要了 苦难就不重要 那另外也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 经历苦难之后 然后我们记得祷告 我们会明白神的荣耀 今天世界这么动荡不安 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 洪水泛滥 耶和华仍然坐着为往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 那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 所以约伯一生 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这是什么 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族活着 无聊他必站在地上 他怎么知道 这就是生命的眼界 到了最后的时候 上帝跟他对话的时候 他讲完了 他原先一大堆的愿意 要跟上帝说的 要跟上帝讨论的 要跟上帝辩论的 最后就不说了 我从前分文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 所以约伯经历的时候 上帝在38章和39章 对他的回应是什么 让他看到上帝的荣耀和权能 那40章和41章看到的是什么 让约伯认识到说 其实约伯你是一个很自意的人 上帝讲他 他不敢说话的 真的约伯你看他的对话 里面有很自意的一方面 你看约伯这样的人都会自意 何况我们呢 是不是 那所以接着这些呢 我们祈祷呢 我们要从赞美开始 这是什么意思 我自己这段时间真的是经历 我们把自己所有的苦难 都放在神的面前 所有的事情都放在神的面前 所有的不幸都放在神面前 你会越讲越悲哀 你会越讲越伤心 你会越讲越绝望 所以祷告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一上来就 主啊 我明天又没工作了 咋办呢 你不要这样祷告 你一上来的时候 你要说 主啊 愿你崇高 愿你荣耀 为什么这样 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我们不是看自己 我们是看神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怎么样 神就能够让我们 深刻地体会到 那一双丁横的手 夹在我们身上 而孩子我爱你 如果你只讲自己的苦难 你一开始讲 你越讲越苦 越讲 这些姊妹们可能会有体会 你看她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会很忧伤 对不对 你看她到了最后的 她的忧伤 她不是为那个人忧伤 而是她又伤到自己身上来了 但如果你把赞美放在前面 就完全不一样 另外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灵性是很低的 真的 我们的生命是很弱的 我们的生命是一吹就倒的 好 这时候怎么办 借着赞美 诗篇就有这样很美的赞美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我们的灵就被苏醒过来 所以第八就是说 我的灵啊 你当醒起 情色啊 你当醒起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人里面 人最大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我的情绪怎么样 而是里面那个 耐在的那个生命 那个生命如果沉睡的时候 好了 那问题就很严重了 你哪怕你外面 所有的都给你改变了 疫情止住了 战争止住了 你又发现 你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灵被苏醒了 你会怎么样 你会遇事不惊 即便是在波涛汹涌的海浪当中 你会怎么样 你会安稳 所以这就是一个灵性 另外一个呢 得射我们肉体的软弱 其实我们今天肉体是很软弱的 你想那个小小的病毒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 应该是很多的人学生物的 对吧 那个病毒吓得不得了 一下子就把我们生命驳去了 你说我们 能怎么样 我们 中国人 以前有一段时间讲一句话 叫做人定胜天 而且 19年那个 东三省有一个中学高考的时候 说我命由 我不由天 哇 那听人 那你命由 你不由天的话 你为什么要隔离呢 你为什么要关闭学校回家呢 对不对 他在高考前因为 接到命令说 疫情太严重了 关闭吧 放学吧 然后所有的学生说 我命由 我不由天 那我命由 你不由天 你就不要隔离嘛 人哪有些时候 不知道自己弄体的软弱 太疯狂了 所以这一次的疫情 实质上 把我们人的软弱 完全暴露出来 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从乐观的角度来讲 当然有悲观的 有乐观的 从乐观的角度来讲 我相信 疫情之后 有生命的基督徒 一定会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 有生命的教会 一定会成为丰收的教会 因为人心需要福音 不是我们 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 今天你跟别人传福音 当然你不要一上来说 信耶稣 你要信耶稣 不信耶稣 是下地狱的 你千万不要讲这句话 你讲这句话 你下面就没对话了 你要告诉他 为什么耶稣是真实可信的 真的人 以前我接触过一些 在国内都是脑袋大大的人 有一次我在一个弟兄家吃饭的时候 那个人想自己多成功 多厉害 然后多次 他好像告诉我是 三四次经历威胁 快要死亡的时候 他说 嘿 我都活过来了 那时候 我也是被神的灵感动 我就单刀直路地告诉他 说 你为什么死不了吗 他为什么 我说 因为上帝要留你的命 让我今天 让你 我们今天 让我把福音传给你 哇 哭了 你知道吗 六七十岁的老人家呀 当他就稀里哗啦的 当着我一个小朋友的面前 呜呜呜呜呜 就哭了 我都不好意思 知道吗 为什么这样 这就是神 神的功 今天其实我们内心 积蓄了太多的负能量 今天我们也要福音 来让人们内心的生命 其实我今天可以 很笃定地说 没有一样 世界绝对没有什么力量 可以修复疫情之后 战争之后的创伤 唯有至高的荣耀的上帝 只有他在客 那另外也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让神来居首位 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 我们不要把眼睛定睛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不要把眼睛定睛的环境 我们要把眼睛转过来 可以说神不会改变环境的 你从月博的身上 你就可以看到 上面有没有改变月博的环境 没有 大风一吹什么都没了 儿子没了 财富没了 而且魔鬼还不甘心 最后健康也没了 上帝会改变环境吗 有些人认为会 但对于我来讲不会 为什么 因为神就是要借着这个环境 熬离我们 我们人心是很调皮的 你没有环境 你就学不到功课 你游了环境 你才会发现说 原来我这样 比如说像我自己也一样 若不是这段时间一些经历 我不觉得我好像跟雅各很像 经历了这些时候 我才发现说 我本来我那个英文名字叫越南 我以为说我逃避神 已经是够厉害了 后来才发现说 我还有一个老我 叫雅各 求神怜悯 让我们能够真正地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祷告也是向仇敌夸胜 今天这个社会不是单单的疫情 不是单单的社会的动荡 不是单单的战争 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的社会其实是属灵的战争 魔鬼要激动这些执政的掌权的 魔鬼用百般的环境 魔鬼用百般的计谋 来不断地破坏 不断地攻击 不断地打垮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属灵的战争 其实像我自己最近也是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要靠主得胜 然后呢 祷告 其实教会在这个地上 有一个伟大的神圣的使命 那就是活出基督 这句话很容易讲 那怎么活 不借着祷告 很难 而借着祷告 我们又发现 我不能但诸你能 历史历代教会的复兴 没有一次复兴 不是从祷告开始的 没有一次复兴 不是从祷告而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要真的在神的面前 来建立敬虔的祷告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教会 在那艰难的时刻 是怎么挺过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 还记不记得有一首歌 叫《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你去看那个小明 我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从河南来的 有 小明的诗歌 我们先不讲他的神学 你用神学去讲他的时候 有一点不大公平 真的 我就是觉得这样 你会发现小明的诗歌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很接地气的 能够挖出人心里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也很接地气的鼓舞人 是吧 我记得我外祖母就是这样 常常唱江南诗学 我听了 我现在都能够 有些时候都能够回味无穷 所以这也就让我们看到 祷告和敬拜 才是真正教会复兴的原动力 感谢主 这是小弟兄 今天与在座的家人们 所分享的信息 愿主祝福他的话 常随你我心中 直到永远 阿们 感谢主